你当真以为本府就抓不了你 你不能杀我 本府不能 是什么样的人连包拯都奈何不了他 上集说到 斩昭手持上方宝剑捉拿柴文艺归案 可柴文艺依仗祖上恩德 黄袍加身 对斩昭百般侮辱不肯前去 后来斩昭灵机一动 如果柴文艺敢在传唤的手令上踩一脚 他马上离开 猖狂的小王爷还真就照做了 斩昭这么说的目的就是为了收集证据 他把手令上的脚印拿到杨嘉宇 字画上的脚印比对 果然都是出自于柴文艺 如今已掌握证据 斩昭就更有底气去王府捉拿柴文艺 他不是躲到中意堂不肯出来吗 那就逼到他出来为止 画面一转 斩昭与杨嘉宝来到王府门前 面前还放着上方宝剑 两旁各请一只所那乐队敲锣打鼓 片刻小伤王文生出来 让斩昭先将乐队撤出 他会去劝他儿子出来 可斩昭似乎有些不相信王爷说的话 柴文艺人性妄为 谁知道会不会听他爹的话 就在这时 大辽护国神公公主出现 也就是小伤王多年未见的红粉之己 他替柴正担保 七天之后 小王爷一定会主动到开封府公堂上报道 让斩昭先回去 斩昭不知对方底细 也不知道是敌室友 便决定先给他一个面子 带着乐队离开 公主来到王府之后 诉说着他与柴正之前的旧事 当年塞外草原泄后 两人稀里糊涂做了错事 之后柴正便不告而别 两人二十多年未见 公主虽然嘴上说恨他 但看得出他对柴正还是有感情的 王爷只要随便哄一哄 他立马就能将二十几年的仇恨 抛到九霄云外 也不管之前女儿来任他 他把女儿赶出去的是 两人很快就情复燃 公主决定帮王爷一把 让柴文艺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开封府 莲花会保护他的安全 这娘也是够可以的 让亲生女儿去保护妓子的安全 第二天 柴文艺大摇大摆地走上开封府公堂 包整当堂诉说他的罪行 公报私仇谋害边关守将 害得杨家家破人亡 说完便让其招认罪行 奸诈的柴文艺当然不会就这样轻易招认 狡猾地为自己辩解 看他那猖狂的嘴脸 包整废话不多说 直接呈上证据 柴文艺 你看这断剑 柴文艺听后冷笑一声并反驳 说是因为杨家生私通辽军 才设了他一件 包整无奈传杨家宝上堂指认 怎料柴文艺这个卑鄙小人却说 杨家宝与杨家生是兄弟 早与他结下仇恨 他说的话不足采信 好一个牙尖嘴利的无耻之徒 看来本府不出绝招 你是不会心服口服 包整在传证人杨忠上堂 原来杨忠被救到开封府后 虽然被柴文艺去舍挑惊 口不能严守不能写 但开封府有的是办法 包整让杨忠通过眨眼的方法传达信息 公孙策拿着百家姓一个一个的纸 直到杨姓和柴姓的时候 杨忠明显表情激动了起来 由此包整推断之前的猜测 看来是正确的 此人就是他们要找的杨忠 而杀害杨将军的人就是柴文艺 后来经过公孙策的努力 杨忠的断舌也被接了起来 这样就可以上堂只认柴文艺了 听到杨忠的名字 柴文艺逐渐开始慌张了起来 杨忠的证词究竟能否让柴文艺认罪腐法 这个咱们下期再说